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股市消息 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了228点 来到21375点再创历史新高 而我们可以观察到昨天的台股状况 配合投信问盘追捧 盘式由台积电领长上工 电子金融穿产齐扬 指数一度冲破了21300点 中场收在21147点 后市预期渴望再创高点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开盘上涨了14元 来到853元是再创历史新高 日估成交量是5200亿元 而昨天在520行情持续发酵之下 这个护国神山是再度发挥了 盘中股价一度冲上844元的天价 中场是历来收盘的新高价839元 贡献大盘长点大约是112点 专家也分析了台积电ADR近期跌创新高 将持续助攻台湾普通股走势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在八十间镜头交换棚内